來開始吧 好 瑋瑜你好 我們這邊是陳婷控的時間公司 那我是這邊的創辦人 其實我們有兩家公司 其中一個就是責程生理 那我本身呢 其實自然在五年前 我是一個癌症默疾的患者 但現在可以看到我工作狀態非常的好 那其實呢 我是因為變成了一個美根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整個的議題呢 就是圍繞在美根的這件事情上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 台灣來講其實跟他們議台我們有點相似 都很希望台灣在這個 Vegan這麼友善的環境當中 能夠創造一個產業是能夠再發光國際的 我們台灣其實是國際上比較弱勢的國家 所以我們特別能夠體驗弱勢到自己的感覺 但是這幾年下來 我們認為在不管議題上面 或者是平權的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讓國際看到了台多 台灣很多的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那從這個議題當中可以看到就是 台灣其實是目前素食人口 第二高的國家 第一當然是印度 還有非常多的增加人 我每天現在都吃Vegan 太好了 所以等會你可以盡量 我們這個 同事剛剛訂的午餐 兩份都是Vegan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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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 台灣因為是對素食非常友善的國家 而且這一塊在Vegan圈 如果委員自己是Vegan的話 就很清楚知道 這個在Vegan圈當中 台灣是Vegan圈 那我盡量吃Vegan 不是說我每一餐都 對 我大概是以 就是 好比像說我還是吃Oyster 那這後面有一個原理 就是Oyster不感覺到痛苦 對 OK OK 所以就是說 無脊椎動物的話 就是如果是應酬需要等等 還是會吃一些 那脊椎動物就盡量少痛 但是如果像我自己在社創的話 那我都是吃Vegan 好 沒有關係 我以為你認識我們之後 你可以都吃Vegan了 來請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當中 台灣其實在Vegan界是非常有名的 很多國外的朋友來台灣 會指定一些地方 比如說 我們的這位六種兵的這位小姐 她穿這個深藍色衣服小姐 她是 她是我們的國宴主廚 也就是說在半國宴有需要用到Vegan的時候 其實會請陪陪來去做這些甜點 那我們做的是沒有任何奶蛋的甜點 那沒有奶蛋的甜點其實非常的難做 沒坎非常的高 可是等會委員吃到了之後 你應該會跌破年紀 像我們這邊常常訂披薩 它是米做的 對 所以後面一定都需要一些 就是食品科學 創業跟一些創意在 對 是的 其實都需要創意的 這是我做的純素的起司 然後這個是陪陪做的純素的蛋糕 我想請您先測試一下 OK 就是先吃的意思 先吃再說 先吃鹹的再吃甜點 喔你怎麼就一口呢 哇太鹹 哇太鹹 可能需要水喔 不會啊 這是用的 腰果跟鷹嘴豆做的 然後它會經過一天的發酵跟熟成 那這類的製作上面其實沒有太多的困難 那起司它可以在很多食品上面去取代奶跟蛋的問題 那我們也知道像奶的這個製品上面 其實它在整個畜牧業上面造成地球多大的災難 我們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們也發現台灣的人非常的良善 是我們吃素的風氣非常的普遍 不管是早災初一十五 甚至現在年輕人發行的就是挑戰21天健康 挑戰21天健康這件事情 讓好多人的狀況 有些身體上面做了蠻大的改變 對 然後這有點胡椒 胡椒你需要 好 好 OK 俊瑋你真的好哄我的腸 太開心了吧 那所以呢 站在產業上面呢 我們有一系列的產品跟商業模式 我們希望把Vegan界的人 在台灣的能夠串連起來 台灣很多Vegan界的朋友 是因為動保跟環保的關係 我們讓自己的生活變成非常的不方便 只為了去做一件這樣子的事情 那當然我自己來講 我只有在吃上面比較注意 像我常用的這個舊皮包 都知道它太好用了 它一直用到現在十年 它都不會壞掉 也就是說我們在很多的用品上面 現在台灣也越來越多的創意出來 就是不用到動物的東西 但是我們這些Vegan產業的一些朋友們來講 我們非常的辛苦 因為每個人都是單打獨鬥 沒有單打獨鬥之外 為了自己的生存 能夠把自己店給營運下去 已經變成不得了了 可是這些東西 因為我是個吃貨人 所以在飲食這麼不方便下 所以我三天兩頭的 到我這些朋友們的店裡面去蹭飯 讓我發現其實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產業 就是當然是用江湖連鎖的方式 那江湖連鎖的方式 有幾個比較拳頭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當然起司跟蛋糕 這也是經過非常多的國際的友人 去評比是非常好的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一些醬料 現在很多吃蔬食的人 會先從沙拉開始吃起 但是我們也知道 東方人當然國外是沒有關係 東方人很多在吃醬料的時候 我們能夠讓醬料升級 它這包醬料也都可能有煙黃素 這包醬料也都可能有醋的醬原蛋白 這些東西是比較可以全球的產品 可是算在加盟連鎖店的方面 我們怎麼樣去創造社會的價值 看到這次的疫情其實非常的難過 因為社會底層的人 譬如說萬華的一些食物 或者雲林 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對他們連打臨時工的機會都沒有了 他們身上的銅板只剩下幾十塊錢 為什麼 因為沒有辦法背著孩子去打工 但是如果我們的店可以變成是 那他們終點式的可以來 然後這些從中央廚房出來的時候 其實餐點的組合是非常的容易的 我們的東西可以低溫財配 所以它這個店可以分幾個不同的階段 可以有金額比較小的 你以前想要創業的 可以吃快閃店 那當然我們配的一些軟體跟食物上面 它會有些比較基礎的組合 那也可以有旗艦店 當然也可以有中間的私處店 這些東西利用線上線下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分享一杯Vegan咖啡 因為現在不是很多人寫文章 你可以送他一杯咖啡 然後很多的販物的社團 都用咖啡變成他們的壁紙 有婚的咖啡嗎 沒有婚的咖啡 但是很多人會去加奶 原來如此 加豆漿就叫Vegan咖啡 這樣我理解了 那因為我們另外一家公司 就是我本身創業的 其實我是從油皮起家的 那油品其實全台灣的人幾乎都是弱勢 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油是怎麼來的 那現在很多的台灣的素食店 或是Vegan店都好 他們對油也很難的去控制 我們知道油是一個身體當中的最基礎的材料 用細胞膜就只是做的 我們細胞膜如果用低溝油去做 那這個疾病是真的沒有辦法好起來的 所以在油類上面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綽號叫做食油女王 然後我出了一本書 然後在媒體上面開始有些披露 所以我們打算把這種好的油品 應用在我們的食品當中 這個食是食品的食 跟他們的食物 不是那個食用 他們真的就把他們 切換過來 切換過來 那是食用油的食物 但是許多人並不知道 真正的大市場都知道在減肥 那減肥應該是全民運動吧 在台灣來講 如果我們的餐點 並不從愛動物跟愛地球 讓人有罪惡感開始 我們直接從減肥跟回春開始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它會造成非常大的迴響 那我們的東西 現在有跟一些比較做健身的一些 潮牌的一些便當店去做活動 也就是說他們都是水煮的 可是一個人在減肥的時候 如果他不吃油脂的話 第一個老的壞 第二個他可能有一些 類似流感的狀況會發生 第三個就是會掉頭髮 然後關節還有眼球都會非常的感色 可是我們全民的減肥 都用一種不太健康的減肥的態度 或者自己不然就是吃減肥藥 不然就是吃這些沒有油脂的東西 不過現在也會有人在咖啡裡面 加不同的鍊的那種油 我們就是這種油 我們就是這種油 所以為什麼去分享咖啡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更健康的東西 那這種咖啡就值得去分享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裝置 這個裝置大家都知道 在咖啡裡面去裝這個油的時候 其實你不管用多大馬力的調理機去打 它很快還是分離 然後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一層油 很多人會覺得非常的不習慣 對主要是喝之後 喝的時候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如果說有些人 譬如說我今天我跟委員講的電話 我放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它油就浮上來了 然後你又要再去攪動它 就需要使用那個師傅嗎 對 然後很多人去買一個 馬上 變成不一樣的產品 所以現在也會買一個比較便宜的攪拌棒 但是那個東西它會讓真的想要減肥 吃油脂的人 它變得非常的不方便 那我們有一個裝置也是 就經過高壓的乳化 一般這個是高動力的乳化 我們經過高壓的乳化之後 其實這一杯的減肥的咖啡就是好的油脂 當我們不見得用中煉脂肪酸 我們可以用一加果油 或是用紫蘇油 這類更好的油品放上去的時候 其實用我們這個裝置做出來的時候 它大概兩個小時是不會分開的 但是中煉沒辦法對不對 所有油都有辦法 是嗎 所以中煉也可以把它變成浮上來 所有的油都有辦法 因為油跟水分比重是不一樣的 那油不管你再怎麼用 高馬力的去打 即便用它們都不要打去打 我理解 雖然省電 但是還是會分開的 但是我們這個可以讓它放在桌上 不管怎麼喝 它其實利用高壓的乳化的方式 它其實兩個小時不會分開 所以你的傳遞的形狀是什麼 是一杯粉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是油 我們就是一條油 就是一條油 一條油倒下去了之後 用我們這個裝置 只要晃一晃 然後它其實就可以 但這裝置非常的特別 我下次才跟委員講 今天你們兩個好好吃蛋糕 所以這個裝置它很好吃嗎 所以它可以攜帶 對 就是一個杯子 很有意思 但是這個方式 它可以帶動我們要去送咖啡的這件事情 一個人他只要在他的社交軟體上面 我們當然會去做一個社交軟體 你可以先從分享一杯咖啡開始 然後客流可以到我們的店裡來 你分享咖啡幾杯了之後 你變成我們的會員 再分享幾杯了之後 也許我們這些商業模式就可以起來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經由線上線下 我們可以創造更多的社會的機會 譬如說 擔心媽媽要來我們這邊租年式的打工 是可以的 她背的孩子 我們都歡迎她來 因為她不一定是吃東西的地方 她不是做馬達 不知道孩子圍著消費他們 她不是做馬達 所以她不用這麼有意思 就是在那個辯論時候 後獎的有優勢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讓他們十分鐘 就是說在設計上面 我們可以讓很多的擔心媽媽媽 她們沒有太多的就業門檻 只要她是乾乾淨淨的 可以料理這室 或者是組合式的 就可以 而終點是打工 就是可以讓這些單親媽媽 經由社會局的媒合 其實是可以在我們的這樣美俗店的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潮男潮女 現在好多的人 就是念了營養系出來 不知道要幹什麼 其實台灣的營養師非常難考 但是考出來之後 他們不知道要幹什麼 然後台灣所有的人 會被西醫的這個體系上面 就是醫院開的越多 開的越大 但是我們得慢性病的人卻越來越高 然後大家是沒有辦法好起來的 所以我們想要去發展一個 就是前店後院的方式 前面的店就是大家可以餐飲 那這個餐飲它可以帶動 譬如說茶瑜伽 飲食瑜伽 讓我們開始對我們的消費 能夠帶著覺知 我相信對後面的消費者 甚至是一些青少年們 他們不用再幾十塊錢的一杯奶茶 去殘害自己身體 只為了他一天有這麼一點的小確幸 那這樣子除了沒有殺身 對於環保洞環 自己的身體上 他都盡到了愛自己 跟愛地球的責任 而且他是非常簡單的 可能只要一杯咖啡就可以做到 那另外後院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拳頭的東西 是說我們有研發了一系列 就是植物的萃取 這些植物萃取當然都是用台灣的植物 可是我們用一些非常特殊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之後呢 它可以在半個小時之內 讓一些推化性關節臉的朋友 他能夠站起來 那我們也做了影片 我們希望下一次有機會 可以站起來一下下 還是就可以站起來了 他就可以站起來了 然後當然他持續去做的時候 其實他大概可以稍微的走痘 那我們當然希望他會是療程 那這些對於他不用什麼技巧 他其實只是這些單親媽媽們 或是我們現在有泰度的美容業的一些朋友們 他們想要去轉行 他是現成的人去可以做的事情 那最後就是說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讓糖尿病的人 他能夠去逆轉 不過這已經到宣稱療效的程度了 當然我們是不能去宣稱療效 我們用理療的方式 讓人家去體驗 但是這些人他們要去宣稱療效 其實跟我們沒有關係 理解啦 台灣人是非常熱情會夾厚豆瘦 那這些我們開始拍成影片 下一次再跟委員去做報告 那我想跟委員去請教 就是說剛剛的東西你覺得好吃嗎 還不錯還蠻好吃的 那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 所以說在Vegan界 怎麼去把它串連起來 其實我並不希望去犧牲 我們這些朋友們的品牌 因為大家在說 我們還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們打算這些店裡 都會說這些好的朋友 因為他們每個都是比賽冠軍 這些朋友們 所以就是他們拿兩個產品 借我們公司 借我們的店就好 第二是他們的拳頭產品 第二是他們想要試調的產品 然後我們會去做就是說 你想要知道更多 請你到岩壽街的民生社區去買他的蛋糕 那這樣子我可以創造一個 Vegan界共融的一個共融圈 那可以帶動我們台灣的產業 我還不敢講兩兆雙星這麼可怕的一個價值 但是從這樣我們可以打向歐美 因為連鎖店的方式它是可以輸出的 台灣在輸出上非常有條件 因為我們除了很多的農產品之外 大家知道現在股價在納斯達克非常紅的未來肉 其實發明也是我們台灣人 那台灣在做塑料的這個方面 我們其實也去做出了各種的素食的鹽酥雞 我現在講那個流口水 鹽酥雞滷肉飯 比如滷肉飯那個肥肉就是用桃膠做 但是你吃不出來 你會覺得哇它非常的好吃 我還想說中文來幫我也是用飯品 你應該會覺得我們產業非常有希望 然後甚至就是說我們Vegan界的還有一個大哥 他已經開始發展了就是只有他做的環保材質 所以我們也會想把我們Vegan界的朋友們團結起來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東西都能用環保材質去做 當然這個環保材質現在已經交進加勒夫了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產業鏈上 它經由複製的方式 其實商業模式包括這些軟體我們去設計 它就是可以成為一個從飲食上面 簡單容易去著手 然後在身體上到一個先進國家 都是老年化的國家上面 它可以做整體療癒的方式 它其實是一個可以去做交往連鎖的一個產業鏈 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歐美的覺醒的時間 比我們要來得快 像現在就是Emily 他的小孩現在每天在跟他抗爭說 他是個Vegan 他們班 就是大家一起吃Vegan 太棒了 可是對媽媽有點傷腦筋 就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連左邊開了我就可以 對啊 傷腦筋是因為家裡別人還沒有 沒有 因為他非常的 你是說五脊椎動物也可以吃嗎 對應酬的話可以吃 我自己一個人吃的時候 我當然就是吃Vegan 對 我們家邊可以是挑剔到 我們買冰淇淋給他 這個有Rack 動物性油脂 我滿少做那個耶 那如果你 他比方說未來肉 Beyond Meat 這個他可以嗎 他可以 就是說他看起來吃起來跟肉沒有什麼兩樣 但他知道他的製程裡面存植物 這樣也可以 可以 因為有一些如果他是出於宗教信仰什麼 那種他反而就不喜歡 那他會覺得做得太像 對對對 太像反而不行 所以你女兒沒有這個狀況 沒有他只是他們是比較就是 種動物平權 對嗎 讓地球太麻煩 對啊 那就是未來肉啊 新豬肉啊 這些東西 對啊 那這樣的話你本來的料理方式不用改啊 你只是抽換食材嗎 因為我都會在煮菜 其實你們都會有生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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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日為止我的錯 對不起 這對於很多的家庭來講 或是想吃素的一些新的年輕人的朋友來講 他們會有社交上面的困難 就是說今天出來大家覺得他非常的不合群 還有我們這些夥伴 他每次都知道幫我準備個素便當 但是每個人都那麼友善 然後還有就是說 家裡頭的人在料理的時候 料理習慣是不好改的 所以我們也會發展空中廚房的教室 然後讓一些型男主廚 因為我們家的主廚也是大概不到30歲 也是60幾面金牌了 都是做素的 所以這類的人才 我們現在已經集結的差不多了 因為我這個好吃回 都是跟大家在一起 那無論是在教育上面 或者是說我們知道台灣好多的營養師沒有工作做 那這一些的在於 就是可能就是健康的諮商的諮商師上面 它不涉及療效 但是就讓大家在於這個保證上面 其實是有很大的放心的 那現在的人的社會飲食上的料理上面 其實是很挫敗的 那有這麼多的替代品 譬如說我們的冰淇淋 用這些好油脂做的 我們是吃的叫減肥冰淇淋 就這一類值起來的無醉甜點 無醉菜味 它其實是會讓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可以擺脫珍珠奶茶 其實珍珠奶茶可以做 用這些好東西 現在台灣有一些飲料店 就是用堅果奶 用堅果奶 已經開了 加盟連鎖了 然後漢堡店也開了 那我們期待像全方位的飲食店 特別是有關注心靈上面的 然後把我們這些滷肉飯 然後披薩 或者是這些漢堡蛋糕 起司這類東西 然後連著身體上面的療癒 如果是它可以變成結合的話 它的入門門檻是很低的 可以創造更多的弱勢群體的作業機會 最重要的是國外再去吃Leader的人 年紀都很小 他們的父母都非常困擾 重點是 我覺得他們很清楚 這樣沒什麼可以吃 我們在國外吃Vegan的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不好吃 所以我們台灣 全世界的人來台灣都要幹嘛吃小吃 我們台灣的飲食是非常有名的 那這些去做了結合了之後 我相信對社會能夠起到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帶頭作用 那我們這個業界的整合上 其實Vegan界的人是非常團結的 大概在五月多的時候 在台中有一場的 也是跟社會單位去做的那一場的演講 其實那時候我有看到 但是我認為這樣子的狀態下 如果沒有產業沒有商業模式的話 一個裡面的提倡 沒有這中介的媒體的話 其實它會有點治安難性 但如果這中介的媒體它不是宗教 它只是一種健康 只是一種飲食上面的更好的 一種愛自己的方式的話 那其實切入又很容易 我們認為它是核心性的一個方案 那我們沒有這麼清楚的數字 但是對於未來來講 其實很多人已經開始加入了 不過你如果幫健保省一照的話 比創造一照劑域還要重要 你講到的重點 因為像糖尿病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每一年大概是 每一年治患人工關節的人 大概這個數字大概再是 每一年大概有二十幾萬的 那這些人如果我們能夠讓他逆轉 然後接由這些單親媽媽的手 然後他們大概一個月就可以剪藥 然後三個月藥剪得更少 然後最後三個月是讓他的 糖尿病是能夠穩定的這種方式下 那其實我們是連光芒醫療都能做 因為譬如說我們可以在大通路 現在不管國外有很多那種療癒旅遊 他可能一整套他來這邊 或是我們輸出國外都可以 甚至我不太好意思講 他可能連國民外交都可以做 譬如說我們跟柏劉合作 我們跟泰國這些國家合作 把這個東西去輸出的時候 不用不好意思就大聲講 我們可以做國外交 我們可以做國外交 他錄下來了嗎 對對對 這個外交真的很重要 而且大家非常信任台灣的醫療 台灣醫療就是說 在Discovered都有保護 全世界台灣醫療是屬於所有的 那如果我們跟這些療癒產業去做結合的時候 其實有逆轉的機會 然後讓他們把東西帶回家 讓他們把飲食器管帶回家 甚至在他們當地的國家 他們可以一樣用到這樣子的飲食 我們就從一日三餐就可以快樂開始 好 那我們一起加油 台灣CanHealth 謝謝 謝謝大家 因為我還有下一場 我得先下去 你們慢慢熟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謝謝 我待會下去吃午餐也是吃未來肉 太棒了 都是一樣的 謝謝 拜拜 拜拜